让人上头的电视剧还真不少 就比如《星汉灿烂》 这部剧在近期也迎来了大结局 这部剧最高单日播放量破3亿 可以说是创造了腾讯视频两年来的最高播放量记录 不得不说《星汉灿烂》真的非常成功 无论是口碑很人气都非常高 当然这部剧的成功离不开两位主角组成的CP 剧外吴磊和赵露丝两个年轻演员仅有一岁之差 或许正是因为年龄相当两人很有得了 相处得非常好 因此剧中也非常的有CP感 一个是英俊阳光一身正义的三十弟弟 一个可爱活泼又甜美的元气少女赵露丝 让人不得不承认他们搭档起来实在太阳眼 吴磊自从狼牙榜之后 就一直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年轻演员 但很多人对他的印象 其实都停留在小飞流那个少年感十足的时期 但没想到如今他也已经长大了 从男孩变成了男人 已经是可以演大将军的演员了 吴磊饰演的男主角是领布宜 是一个背负血海深仇的年轻将军 不得不说吴磊看上去确实很有大将之风 对待赵洛斯所饰演的女主角 程烧桑也是宠爱有加 两人同框的画面非常的有氛围 不少观众在看了电视剧之后 都表示吴磊真的长大了 值得一提的是吴磊在剧中还有脱上衣的戏 因此也是好好的为观众们展示了一把好身材 大家也知道吴磊是童星出身 是很多人看着长大的 赵洛斯自己也调侃他也是看着吴磊长大的 所以大家有时候看吴磊总还会觉得他是个孩子 而以大姐姐自居的赵洛斯在片场的时候 就喜欢八卦浩磊的感情问题 一次赵洛斯就问浩磊 你谈过女朋友吗 接下来浩磊的回答大家都猜到了 他回答道 我妈不让我早恋 这也太真实了吧 吴磊从小演戏 他妈妈就一直跟在他的身边 之前演其他电视剧的时候 一些比较亲密的戏份也是错位或者是替身 据说都是吴磊的妈妈跟导演沟通过才改的 之前不能拍亲密戏是因为年纪小 不过现在吴磊也早已经成年了 相信以后拍起戏来也不会有太多顾忌了 星汉灿烂中吴磊和赵洛斯也有不少亲密的戏份 有一场吻戏两人对戏的时候 导演还在一边特别热情的指导 也是让赵洛斯忍不住脸红 大家喜欢星汉灿烂这部剧 这两位优秀的年轻演员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欢迎观看 请 seine 나눔 请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